第24课 体育明星们的离奇遭遇 课文 体育明星们的离奇遭遇 每次看到我们崇拜的体育明星 在赛场上冲击奖牌 大家都深信 他们身上的每一处伤疤 都是奋力拼搏的标记 可是你知道吗 明星们受伤 有时竟也荒谬地不可思议 曾经有一名足球门将 正在比赛中聚精会神的防守 突然一只狗以火箭般的速度冲了进来 横着冲向他的膝盖 然后向他发起进攻 人们惊呆了 这是阴谋还是离奇的巧合 门将当场倒地 身受重伤 经久不遇 最后经因此告别了他心爱的职业 南美足球赛场上的猫头鹰事件 赛后成了头条新闻 事情是这样的 球赛进行的正激烈时 一只很可能是因受伤而破降球场的猫头鹰 遮挡住了球员的视线 主裁判出于保护动物的目的 决定中断比赛 可是一名球员已经杀不住车 一只大脚踢向了毫无防御的猫头鹰 可怜的猫头鹰 抢救两天后不治身亡 没想到 一场道德讨论就此开始 有人认为 想赢球也不能置猫头鹰的生命于不顾 这种只想赢球的心态和比赛精神 南辕北辙 一时间 只注重胜负 却将猫头鹰残酷射杀致死的行为 是否应该被原谅 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人们结结实实地打了一场嘴仗 动物保护组织 甚至要和球员打官司 一些球迷认为 猫头鹰是球场的守护神 甚至谴责球员就是凶手 被称为凶手的球员 一定在心中大呼冤枉 但他还是为自己的行为诚恳道歉 道歉之余 却也没忘了为自己辩解 他不是诚心的 明星们遭受的伤害 有时出人意料 因赛事频繁 航空旅行成了运动员的家常便饭 你相信吗 登机牌也可能成为凶器 曾有运动员在机场被登机牌击中眼睛 并因此错过部分比赛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粗心大意的时候 令人悲哀的是 这也可能成为被伤害的原因 一次赛前热身 主办方特意做了警示牌 警告运动员不要在球门里训练 有位运动员一时疏忽 正好踩在了警示牌上 由于重心不稳 以致扭伤了脚 还有位同样疏忽的运动员 在折叠运衣板时肩膀受伤 某国裹脚 有一次不仅磕破了嘴唇 还磕掉了门牙 当时他仅仅是想从汽车里 拽出高尔夫球具 汉语有个词叫乐极生悲 说的就应该是下面这位球员 在打进一球后 他冲入观众席和球迷一起庆祝 结果结婚戒指连同他的手指 一起挂在了围栏上 手指受重伤 更让他恼火的是 不了解情况的主裁判 还给了他一张黄牌 真可谓雪上加霜 最荒唐的受伤 当属某国裹脚 他的脚指尖旁边 长了个血泡 他决定自己处置 各种工具他都看不上 最后选中的竟然是电钻 由于用力过猛 把脚弄破了 以致感染 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 看来医生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虽然在真正的医生眼里 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手术 其实离奇伤害不仅存在于运动员当中 他也紧紧跟随着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你疏忽大意 生词 离奇 崇拜 冲击 拼搏 聚精会神 防守 火箭 横 进攻 阴谋 当场 事件 遮挡 裁判 中断 刹车 防御 心态 南辕 北辙 注重 胜负 胜负 残酷 残酷 争议 打仗 打官司 守护 谴责 凶手 �yw est 冤 lab tun зн 都 灭 辩解 誠心 Blob 我 你 skin 警告 疏忽 重心 运 磕 嘴唇 拽 乐极生悲 恼火 雪上加霜 荒唐 指甲 处置 电钻 遭受 微不足道